天州二号飞船发射成功了 但是网上总是会出现一个疑问 中国搞载人航天到底有什么用 比如说空间站和我有半毛钱关系 还比如说空间站就是浪费国家财政 而且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还不在少数 说实话 其实我是真的懒得反驳 因为就算是美国也不会说出 中国空间站没有用这种鬼话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要扯上美国 其实航天无用论并不是中国最早开始的 美国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 不过这次天州二号的发射 恰好可以打破中国航天无用论 今天这个视频就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 大家好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对于中国空间站是否浪费钱的质疑 大部分都来自美苏太空争霸中 苏联被拖垮的固有印象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苏联经济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 既有军备也有政策管理等各种因素叠加的成果 原因比较复杂 我们不做过多讨论 单单说资金投入的对比 其实也是对中国载人工程的最大误会 很多网友可能不知道 中国的航天事业一直有一个传统 就是少花钱多办事 这句话比较空洞 大家可能听过 但是具体怎么做 很多人还是比较模糊 其实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个是资金投入少 第二个是重资效率 我们先说下资金投入 早在2011年 中国官方就对此做出过回应 中国载人航天载一期工程的投入是200亿元 而美国一年的投入是150亿美元以上 就算加上11年时 整个载人工程也才花了350亿元 那么美国和苏联呢 两者的投入相差不多 整个项目大约在250亿美元左右 而250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时的1000多亿美元 换算成人民币超过6000亿 也就是说 中国在载人航天工程上20年的投入 还比不过美国NASA一年的支出 甚至连欧洲和日本在太空上的投入 都超过了中国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我又查了英国BBC的数据 情况也是一样的 截止到2014年 921工程总投入达到400多亿人民币 而美国当年投入是80多亿美元 超过中国20年的总和 所以经过对比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中国载人航天的花费 并非是无底线的投入 说完资金投入 我们再说第二个点 效率 实际上为了节省经费 中国科学家在制定计划时 从来都是遵循一个原则 试验即掌握 简单来说 就是掌握该技术后 采取实践 如果不掌握该技术 宁愿不发射 所以中国航天的火箭发射 几乎数十年来无意失败 效率高得惊人 而效率也意味着省钱 而这才是中国这么多年来 航天成功率如此之高的真正原因 总之一句话 中国载人航天与美国竞争时代不同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那就是一切从简 而且能省钱还不够啊 我国的载人航天还能挣钱 中国空间站被质疑的事情 其实早在上个月 熊猫就在 《科学家不容易》这一期科不过了 里面回应了 航天每投入一美元 就会有七倍的回报率 我以为这件事就算是交代了 结果依然有粉丝问我 到底有什么用 甚至还有些人盲目支持 不管有没有用 搞出来就是厉害 谁反对 谁就是敌人 说实话 这样的支持熊猫很欣慰 但同时又有些担心 因为盲目的支持是走不远的 所以我一直在纠结 要不要来做科普具体解释一下 而在我犹豫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样一段采访 网友问天问总设计师 中国科研人员的工资高吗 并不高 这几乎成了大家的共识 但是还是有人直接捅伤口 我觉得我必须站出来 真正的说好这件事 而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糊弄过去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航天事业 走得更通常 事实上 航天事业是一个工资 当代力加千秋的工程 这个定理早在美国就已经被证明了 甚至美国还借着航天的发展 开创了数个领域的领头地位 一举成为科技灯塔国 说起来 这又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故事 时间回到1960年 当时美苏镇处于太空争霸时期 美国为了实现太空领先地位 制定了阿波罗计划 目标是将人类送上月球 但是由于工程量过于巨大 整个计划将耗时十年之久 耗费金额数百亿美元之多 这个金额其实是美国也难以承受 所以在阿波罗计划提出时 当即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上职官员 下职民众 几乎没有人支持这个计划 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家和作家 也都出作品 批评NASA 不应该浪费国家财政 应该把钱花在医疗教育的民生方面 闹到最后 有些人甚至将其上升到 历史性的错误决定的高度 可见当时的反对有多么激烈 这种反对和中国在宣布开启载人航天时 国内出现的质疑声是一模一样的 事实上 当时美国启动登月计划 遇到的困难程度远超中国 与中国有美苏做参照物不同 当时美国面对的是开创线的探索 是没有先例的 谁也不敢保证 如此巨大的投资会不会打水漂 所以这个建议遭到了 美国两任总统的拒绝 使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直接搁浅了该计划 而接任者肯尼迪虽然嘴上支持 但是同样不看好阿波罗计划 一直犹豫不决 迟迟不肯全面支持该计划 只是在部分领域拨款 相当于敷衍了事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 直到1961年 所有的障碍才被扫清 打破僵局的并不是美国自己 而是苏联 当年4月 苏联成功地将载人飞船东方一号送入太空 宣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踏入行空 这一撞举瞬间震惊了全世界 所有人都在为人类实现梦想而欢呼 苏联的声望也随之升高 连苏联宇航员加加林 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这种声浪惊待了美国 也同样打破了美国最后的顾虑 毕竟再犹豫 就要被别人骑在头上了 这能人 果断不能 于是美国议会难得地同意了意见 美国绝不能落后 必须马上开启相关计划 当年5月 肯尼迪正式宣布启动阿波罗计划 自此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探索正式开始 此后 美国每年在阿波罗计划上 投入超过百亿美元的巨额经费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 1969年7月 美国两名宇航员成功登上月球 开启了个人的一小步 人类的一大步的伟大时代 上世纪80年代 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成果 集体爆发的年代 微信计算机 空间技术 信息技术 全部都迎来了质的飞跃 而美国就是主导了这一次工业革命 在数次技术变革中 相继诞生和推动了微软 谷歌 IBM 以及苹果等 和有名的世界科技巨头 这些巨头 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些巨头所在的行业技术 都有阿波罗计划在推动 这么说 大家还会得懵啊 我们以计算机巨头IBM为例 它的所有成果 几乎就是美国阿波罗计划 最杰出的捷径 由于登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所以每一次登月 都需要在地面上进行前期的模拟 比如飞行路线模拟 宇航员模拟训练 以及飞行器控制模拟等等 通常这些模拟 都是在超级计算机上 进行公式演算 但是在当时 计算机还没成为 美国航天局主要的计算方式 这些复杂的计算 都是由人工完成的 美国宇航局的西区计算部 就是专门负责这些计算 西区计算部 是一个极为传奇的机构 这里常年驻扎一群非裔美国女性 但是这些女性 却成为计算部的主力 阿波罗计划需要用到的复杂公式 几乎都是在这里演算的 美国有一部电影《隐藏人物》 就是根据西区计算部进行改编的 里面讲的就是非裔美国女性 拯救了阿波罗计划的故事 但是与电影不同的是 现实中的工作要困难得多 阿波罗计划到了后期 公式越来越复杂 人工渐渐感到乏力 而且极容易出错 于是当时的西区计算部主管 多罗西约翰·沃恩 就提出采用电子计算的方式来代替人工计算 此后才有了IBM入局NASA的事情 IBM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不过提到现在的电脑 大家应该就不陌生了 可以说 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 就是这家公司推动的 IBM大生于1924年 是美国计算机行业赫赫有名的企业 在1960年时 IBM就开发出了 360系列大型计算机 奠定了IBM在大型机称霸的地位 所以NASA这才邀请了IBM加入阿波罗计划 负责开发操作系统以及航天计算机 最终IBM投入了4000名编程人员 科学家以及研究员 成功开发出相关技术 并且开发了微型电路 将原本房间大小的大型计算机 所小到只有冰箱大小 IBM也借着微型电路 推动了个人电脑的发展 可以说 我们现在用的电脑 手机 甚至是芯片 都是由IBM微型电路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美国也凭借着相关的技术优势 在半导体行业 计算机技术和操作系统上 取得了闲导优势 而有了闲导优势 博音 谷歌 高通的高科技公司 在美国的出现 也就不奇怪了 实际上 阿波罗计划 推动产业发展的还有很多 比如依托空间技术的 美国GPS 被用于直播阿波罗登月 高性能的合成材料 被用于制造探测器和登月设备 信息技术 被用于阿波罗计划 成百上千个系统等等 还有航天医学 航天生物 甚至连我们现在吃的一些 粮食种子 都与航天大有干系 据统计 阿波罗计划 大概有4000余项高科技专利 和技术被用在了普通人身上 当初每亿美元的投入 都带来了7到14倍的回报 所以我才说 航天是公在千秋的事情 你们同意吗 赞成的可以扣薄一 给质疑者看看 说了这么多美国 可能有些人会说了 美国都上去验证过了 中国为啥还要上去 说这句话的人 是典型的不够脑子 美国现有的技术 会分享给我们吗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不会 中国要这样发展 还是要靠自强不息才行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也求不来的 当然最典型的 还要属导航卫星 也就是北斗与GPS的导航之争 当时在北斗立项时 很多人都反对 有了GPS免费使用 为什么还要发展北斗 其实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我们先不说在军事上 依赖别人的危害 我们单单说市场 根据2020年卫星发展 白皮书的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导航产值为3450亿元 2020年我国在该产业的总体产值 也达到了4000亿元 而且依旧在持续稳定的增长 这些产值只需数年 就可以收回以前北斗的投资 如果一直用GPS 这些市场不仅会被GPS霸占 还会对我们的科技安全形成威胁 而北斗的发展 其实也是中国在人航天事业中的一环 所以航天事业不仅有用 也确确实实是能挣到钱的 甚至我们现在能享受到比以前更高品质的生活 都离不开航天技术的发展 可以说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到现在 说是工在当代也似合破为过 其实这种问题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答案 但是中国现在的学历普遍不高 网民的平均教育程度只有中学水平 这也就导致我们航天科学家不仅需要进行科研 还要不断地出来普及航天知识 科普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比如某大V说 科普对谁负责 但凡说出这句话的人 基本上就是对科学家和科普事业 乃至国家战略一窍不通的人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就知道国家是怎么定义科普的 说实话我特别能理解 就像我做的这期视频一样 其实也是得不偿失 科普的不够仔细会被某些人带节奏 科普对了 他们又会说何必与他们见识 粉丝也会说认真你就输了 结果就是两头不讨好 如果要问我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 应该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真的心疼这些科学家 不希望他们受到半点委屈 我们回到话题来 那么这次天洲发射的意义在于哪里 为什么说他也能打破航天无用论呢 这就要介绍下天洲二号了 天洲号系列飞船是天空空间站的货运飞船 承担空间站的物资运输任务 说白了其实就是个快递小哥 但是这个快递小哥的意义可不小 因为它在空间站的建设任务中 起到了承上几下的作用 啥意思呢 在我国航天的规划里 天和核心舱是作为空间站的核心存在 所以才冠名为核心舱这个词 然后再在两年内发射天洲神洲 实验舱的11次任务进行补给和组装 也就是说整个空间站 其实是围绕天和核心舱进行建设的 所以核心舱成功与否非常关键 但是航天发射又是一个极为精密的过程 不是说你发射上去就算成功 还有检测各种设备 以及核心舱的性能能否正常运行 4月份天和核心舱发射时 很多人都很奇怪 为什么要隔一个月再发射天洲二号货运飞船 就是这个原因 目的是为了确保核心器件万无一失 然后才会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组装 天洲二号的发射就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天和核心舱性能完好 已经验证完毕 二是中国将正式开始密集的发射计划 也就是说天空空间站基本稳了 大家可以放心了 那么为什么说它能打破中国航天无用论的 这就要说到天洲号系列的黑科技了 早在天洲一号时就突破了众多的技术 比如这些 当然这些技术大家知道就行 我们不多聊 这次要聊的是一项基础材料 但是在太空中 你又不能直接放上一个日常用的冰箱 这样会非常浪费电能 一般是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低温冰柜 这种材料就是气凝胶 它是当今世界上已知的最轻的固体 但是隔热和保温性能非常出色 可以把冰柜打造成超级冰箱 当然最关键的是 这种材料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 比如说消防领域 它是可以作为防火设备材料 像我们最关心的消防员安全问题 在日常设备中加入的这种材料 也能提升消防员的安全保障 还有特殊管道保温 可以用来保证油气等运输和保存问题 有了这种材料 像美国天然气被冰冻 导致大面积停电的事故就不会发生了 还有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到的建筑领域 采用了这种材料 做到环保节能 冬暖夏凉可是大有希望的 说实话 天舟二号的气凝胶 这是其中应用的一部分 我们每一次科技突破 都是可以为人类带来好处的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能够做收获 当然啊 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多点赞 可以让这个视频被更多的人看到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